因為你都不給人空間啊 沒有沒有 我沒有堅持 好 我吃 而且要全部吃 好 你安靜了我先吃 大魚也要吃喔 好 我吃我吃我吃 顛覆你的想像 你有沒有發現吃到番茄的酸 對 蒜片的香 那番茄味道好明顯喔 這是我目前吃過的披薩裡面 番茄味道最明顯 因為在納普里他們做披薩 他們番茄醬不會去添加任何的添加物 所以你的番茄你都是從意大利 今天餵給我吃飯呢 因為姜書宏 他跟我說其實 台灣人認知中的意大利披薩 好像只有一種圓形的 確實我其實想到意大利披薩 我第一個想到那個 Margarita 然後這樣圓形的 然後送到窯烤裡面這樣烤的 那到底是有多少種 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我們會介紹的兩種 所以一個是窯烤最傳統的 再來另外我們會看的是一個 成種披薩 就是看它有多少種 成種不是圓形的喔 是長方形的 是 然後我們最後回看另外一個是 在意大利中部 艾米利亞那邊 他們做的一個 不算是披薩 但是是一個餅 那你說我們會看三種 長條的披薩的話 就是像有點像 我不知道就講到美國 你會不會生氣的 不會 美國又有那個底特律披薩 嗯 類似的 對它的形狀 它的形狀是類似的 但是當然口感麵糰 上面的頭皮料 我完全不一樣 是不一樣的 美國是不一樣的東西 OKOK 那你說到說要帶我吃 意大利正宗的披薩 但是你帶我來 新北市的非常傳統的市場 翻過來這邊之後 有一個朋友跟我說 你知道嗎 你家附近有一個新開的披薩店 是意大利人開的 而且他們做的披薩是我沒看過的 我非常的好奇 這個老闆他叫做Claudio 他原本在意大利也是在做披薩 我們一定要介紹給朋友這個地方 是因為以後去意大利旅行 如果不要破產 那一定要去找這類的 Pizza Alta流程中披薩 因為在意大利算是最平價的 可以吃吃飯的地方 去店家看看好多 先看到底長什麼樣子 突然這樣一聽 感覺好像太卡人家 蠻適合在這個地方開的 對啊 在台灣菜市場賣意大利的豬米 必須留下時間的披薩 因為披薩有兩個步驟 披薩和披薩 首先我們要介紹口味 一個一個來 我這裡看得出來的 這個是Margarita 對這個不用加以說明 一看就知道這個是Margarita 對 那這個是馬鈴薯加Rosmarino 米地下 再來這個呢 Mozzarella Spinacci Salsiccia 意大利的香腸跟台灣的香腸 差太多了 不一樣 因為台灣的 台灣的香腸好甜 非常的甜 甜到我 是他說的 是他說的 我很喜歡台灣的香腸 這個我不怕說 台灣的香腸我無法吃 而且台灣人怎麼吃香腸 是一口香腸一口 算 再來 如果吃素的是什麼呢 Ortolana Ortolana就是只有素菜的口味 是 再來這些是用 一樣是 筆薩的麵皮 做成甜點 加了一些巧克力 而且這個是後面吃 拜託 我們不能把 鹹的跟甜的混在一起 我知道台灣 你看 韓國人也有這個毛病嗎 韓國人有這個毛病 韓國人特別愛鹹的甜的混在一起 都是在後面 義大利人有很多規矩有沒有 太多的 你最好給我 最好給我小心 不然對 我這是什麼 拜託你在幹嘛 這個情況太扯了 暫定 原諒他的魚醇 那我們怎麼吃 我們先從這個開始 就是因為這個味道比較清淡 OK 請 就是用馬鈴薯 馬鈴薯 對 這個麵皮 做得非常的完美 因為你看喔 這裡有空氣 對 這個泡泡空氣 動動 如果以後你要判斷 披薩好不好吃 你就要看麵皮有沒有空氣 那如果有那麼多的空氣 意思是發酵的時間一定很長 那如果發酵的時間跟收成的時間夠長的 這個披薩你吃的時候一定會很容易消化 再來你再吃的時候你看它是脆脆的沒錯 但是不會跟餅乾一樣乾 應該這樣柔軟的 還有QQ脆脆的感覺 很鬆 嘴巴 嘴巴髒髒也好吃耶 這有點像什麼呢 下面是烤的酥酥的餅 上面是淡淡的鹹味 還有有一點點橄欖油的味道 對 那可能是那個迷迭香的關係 確實有那種義式口味的感覺 是因為師傅每次都會把橄欖油淋在上面 一定的 確實有那種橄欖油的那種香氣 一定的 好吃 下一個就是Margherita 如果這個是在義大利人心裡覺得最便宜的食物的話 那義大利人過得很爽 我同意 再來我們吃Ortolana 你有哪個口味呢 其實每一個我都喜歡吃耶 因為我很喜歡吃蔬菜 那我來吃很多人嫌棄的茄子 我非常喜歡吃茄子 那我吃櫛瓜 好OK 這個沒有Mozzarella 但這個也是披薩 嗯 所以披薩的其實範圍也是蠻廣的 沒錯 鮮鹹的然後有蔬菜的汁 好吃耶 我覺得我可能老年會搬到義大利去住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計畫 如果是這次最便宜的食物也太爽了 真的太爽了吧 對 那但是現在你要吃這個 這邊好像除了蘑菇也有台灣的那個香菇耶 我發現我家裡附近有這家店的時候 非常的開心 現在我跟Sara固定一個禮拜一次都來這邊 跟Cloud一起喝個啤酒 喝個咖啡 那再來這個是剛剛說老闆自己做的香腸 嗯 你看菠菜放在披薩上面這麼好吃 很好吃 對 然後跟這個Salsicha搭配得非常的好 而且你看喔 好吃 我們這邊的披薩的口味上面的特品料 是 都非常的全普 很簡單 就是你這邊看到只有蘑菇跟一些起司 這邊菠菜跟一點肉 跟我們印象中的美式披薩 不是說美式披薩很好吃 不過跟我們常常吃的很不一樣 為什麼呢 因為美式 哈哈哈哈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是美式的披薩上面有一大堆 有的沒有的特品 然後他們沒有關聯 就是丟上去 然後人家覺得哇好豐富 他太激動了 對不起 來你告訴我 你覺得美式披薩比較糟 還是美式咖啡比較糟 這個抉擇非常的複雜 因為兩個都 如果我要選擇的話 我會選擇吃 去美國的披薩生果咖啡 喔 所有 髒水我不喝 不好意思 夏威夷披薩 喔對 那夏威夷披薩 這個也是愛情的力量 因為我結婚前 我雖然沒吃過夏威夷披薩 但是 我老婆最愛的披薩口味是什麼呢 啊 我有吃夏威夷 那因為我愛我太太 所以我讓步 這個在一般義大利的消費來說的話 大概花多少歐元 通常你在義大利花六塊 六塊歐元 買到的那個量夠吃飽 但總之這邊賣的披薩 倒是就是全部用 真的是義大利式的吃法 對沒錯 我覺得很好吃 完全疊破了我的眼睛 因為你說這是 義大利人吃的非常平價的食物 但非常平價的食物 還是這個味道的話 果然義大利人真的蠻幸福的 果然義大利人對食物很有要求 對 OK那我們再準備走下一家 對 走吧 好那我們吃完秤重披薩之後呢 來到了這裡是盧州是不是 沒錯 就是新海流在新北市 那接下來我們要吃的披薩是什麼披薩 是拿破裏的披薩 拿破裏披薩有什麼不一樣嗎 這家店很特別齁 因為老闆 他是台灣人 你不是說要帶我吃正宗的義大利披薩 不要以為只有義大利人才會做披薩 台灣人也可以選得很好 這個老闆他拿過拿破裏披薩世界冠軍 好那我期待看看囉 那我們躲進去看看 好 世界冠軍 世界冠軍 你好你好你好 那我們期待一下 好 世界冠軍的拿破裏披薩 好 OK OK 好 那我們的GINO做好了四款披薩 那這個披薩呢 它就是典型的搖烤披薩嗎 對 但是搖烤披薩有分很多種 是 這個是拿破裏披薩 是屬於南裔 對 然後北裔是屬於羅馬啊 以北 所以它屬於那種薄薄脆脆的 它最大的不同就是 麵糰的發酵啊 然後你烤的溫度都不一樣 拿破裏披薩就是要在60到90秒內出爐 因為它高溫400度以上要烤 所以羅馬那邊是烤比較久 對他們300多度 為什麼 文化不同啊 麵糰也不同 喔 對像羅馬披薩會加很多 口感也會不一樣 對口感差很多 現在你等一下回去你會發現 它的這個口感非常的柔軟 對 但是如果是羅馬式的披薩 它稍微脆一點 喔 它的脆要脆到像 你把料放在餅乾上面 喔 是不過最傳統的羅馬那種 超薄的 就是你跟湯匙一敲就碎了 所以有些人誤會說 義大利披薩全部都是那種脆的 那是羅馬披薩 對 好那我們先吃吃看 那是什麼 我要再考你一個問題 喔是 你覺得這個海鮮披薩 跟美式的差在哪裡 美式的海鮮會放鳳梨 欸不對 對啊 然後這個 這個中間有個 萊姆嗎 你有沒有發現沒有起司 而且我可以補充 也沒有洋蔥 對沒有洋蔥 因為如果是美式的海鮮披薩 一定有起司跟洋蔥 但是 這個這個不是起司嗎 那是番茄醬 番茄醬 這個是白白的咧 那個是餅皮 因為海鮮不是起司的好朋友 所以我們不可以把他們兩個混在一起 你為什麼定義人家是不是好朋友 他們也可以做朋友啊 你們意大利人太管人家閒事了 海鮮 我告訴你海鮮跟誰是好朋友 跟派西里是好朋友 對派西里 好那這個是海鮮披薩 這個是Margarita Marinara Marinara 這是最古老的披薩 是喔 這個先出現之後才出現Marinara 喔 根據一些文獻 最早這個Marinara火味是在1734年出現的 Marinara是誰 就是水手 水手他們要上船 兩三天都在外面 因為他們要捕魚 是是是是 那時候要吃東西 那時候沒有冰箱 所以披薩上面絕對不能有起司 因為它會壞掉 喔 OKOK 所以他們說唯一可以有的是番茄泥 還有蒜頭 因為蒜頭有那種保存的功能 更早之前是連這個羅勒葉都沒有 再來你有調到這裡 好要調到這裡 因為Marinara很重要 這跟我們歷史有關的 有三個顏色是什麼 意大利的國旗 對 Marinara這是意大利的一個王后 是她愛吃的嗎 她去初巡 她去拿破裏 然後她找廚師幫她研發披薩 然後廚師就是用了這三款元素 王后就很喜歡 所以以她為命名 流傳至今 這也是拿破裏人史上第一次把起司放在披薩上面 好那這個咧 這就是番茄Doc 因為在南裔番茄很常見 所以在披薩上面也會很常見 小番茄耶 因為番茄有很多不同的品種 對對對 那這個是用了黃番茄跟紅番茄去做的 搭配水牛起司 然後很特別喔 番茄搭配一般的Mozare 其實味道沒有很好吃 但搭配水牛起司特別好吃 OK好那我們來吃吃看 好 你告訴我要先從哪裡開始吃 從最古老好了 Marina 好那我們先吃吃看 你會吃吧 這個是在羞辱我是不是 你如果不會吃我就散不出來 你幹不出來吧 當然會吃 手勢很重要 手勢很重要 我幫你準備盤子 好好好 原來還有手勢的部分 突然緊張了喔 因為義大利人感覺很龜毛 現在 哈哈染化了 可以啊 還不錯喔 沒有配的手 這樣就被稱讚我突然有點荒唐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常常我們會被客人說 你的披薩怎麼這麼軟 為什麼料都掉光了 因為他們這樣拿披薩 但料就全部掉光了 原來你是個專家耶 懂事懂事 對懂事懂事 確實就是義大利披薩就是這樣吃的嘛 對 因為在南國裡當地他們不Share 所以其實一個人拿刀叉一個人一顆 那是為了台灣我們切披薩給客人 喔 台灣這種分享 你自己有 把一個披薩吃掉 吃完 那你最大小會分享 沒有喔 拿副理是33公分的 那你要一個人吃完 一個人一顆 他們不分享 那如果沒吃完會被 都吃的完啊 都吃的完 那如果剛好他今天 常會不舒服 吃的完 我沒有看過有人沒吃完 那我就剛好常會不舒服了 吃的完因為你看他很薄 你還一來一人都不給人空間啊 沒有沒有 我沒有堅持 對 好我吃 而且要宣布吃 好你安靜了我先吃了 大約也要吃喔 好我吃我吃我吃 顛覆你的想像 好Q喔 你有沒有發現吃到番茄的酸 對 蒜片的香 那番茄味道好明顯喔 這是我目前吃過的披薩裡面 番茄味道最明顯 因為在納普里他們做披薩 他們番茄醬不會去添加任何的添加物 所以你的番茄你都是從意大利進口 對 拿破裏來的 這個酸味 確實比較強烈 所以常常我們客人會說 為什麼你這次的番茄醬跟上次不一樣 因為每一季的番茄味道不一樣啊 所以你沒有添加其他東西 他就是會吃到每一年的風味 我覺得這是好事 因為大自然回饋給你的就是這樣 在新北市就可以吃到拿破裏當地的番茄 來做的拿破裏披薩 麵粉也是拿破裏來的喔 起司也是拿破裏來的 成本不會太高嗎 高啊 但是價錢還可以那麼合理 對啊 價錢這樣一盤多少錢 這個比較便宜 這個120 這個280 因為我們的水牛是空運 新鮮的 水牛空運整個過來的 沒有沒有 整個過去 這餅皮 焦的地方也很香耶 還能講到重點 這微焦的地方特別香 對 就跟你吃牛排不是要 我們台灣人烤肉不是要焦焦的嗎 對啊 一樣意思啊 一樣的道理 好那這下一個咧 Margarita 好 哦 你看底下 會有烙紋 真的 沒有烙紋的披薩就不是好披薩 而且太有效 我說就是 好的餅皮就是一定會有這樣的氣泡這樣跑出來 對發酵氣泡 好那我來吃吃看 Margar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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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嗯 又不一樣風味 對 這個多了一個Margarita的口感 對 但是它的Margarita 會不會很順嗎 對 它就是把這個三味稍微壓下來一點點 對 哦 所以其實吃了很多口味之後 你最後還是會回到這兩顆 嗯 你會發現沒配搭 最基本的 這是真的好吃 一定啊 對 而且現在吃掉的是 微微冷冷的 但是它的咬勁不會讓你很痛苦 我也可以吃嗎 可以啊你可以吃 對啊為什麼你們吃 你為什麼不吃 因為我一直在看你 你的吃法是否正確 就怕吃錯了 然後就 讓義大人看 看不下去 OK 那我再下一個要吃的是 Dioshi 嗯 是不是又不一樣 這番茄是甜 很甜 然後很多汁 對 你仔細看喔 它其實就是Margarita的另一個版本 我們把番茄變回來 然後它的起司感覺再多一點的感覺 對 哦 如果你覺得這兩款酸味有點重的話 你就可能會比較喜歡這個一些 對 其實美式披薩跟拿破裏披薩還有一個就是起司的差別 你會發現美式的披薩他們的起司都可以拉 拉很長 屬於就是加工比較多一點點的起司 假起司 那是你說的 哈哈哈哈 好 那再來吃最後一個 對海鮮 因為它味道比較重 我們留在最後 那這上面的萊姆是 是KG 如果你喜歡酸一點 KG 先吃不佳的 嗯 我瞬間感覺好像能夠理解了 現在只剩下海鮮味跟番茄味 嗯 非常非常明顯的兩個口味 所以 是不是海鮮是起司的好朋友 因為起司在 你吃不到海鮮的香味 那洋蔥在 你吃不到海鮮的香味 所以他們兩個一定需要先離開 才能讓 他放棄抵抗 對對對 不抵抗了 你就講吧 不得不投降 對 I know I know 我了解 對啊你吃剩餘片也不會想要加起司 嗯 所以你來吃拿破裏披薩 不是填滿肚子而已 是一種教育的過程 你在教育你的味蕾 認出番茄是什麼味道 海鮮是什麼味道 自我檢討 我們會原諒你 別擔心 我們了解你的5G 原本是因為你不知道才犯這個錯誤 但是你現在知道了 永遠以後 永遠再也不會犯錯 你要欠你的5G 沒問題 沒問題 我們裝著你的5G 那餅皮如果沒吃完 你會 不是 餅皮沒吃完 代表我們功夫不好 喔 對 餅皮做的不好吃嘛 沒讓你吃完 等一下 你這是實況嗎 每個人做的算是同一個麵團 口感不一樣 為什麼 手感 按壓的力量 力量 你放進去 譬如說我個人喜歡這個口味的披薩 放哪一個位置烤 是 溫度會不一樣 好 那我在吃最後一片 這個有家的之前我問你 你是拿世界冠軍了嗎 對 所以你之前是有去拿破裏留學 對 我去拿破裏工作 我其實本來是一個外場 那時候的老闆他找了一代人來教學 然後我就 吃到的時候我嚇到 原來這才是披薩 是 然後我就之後就開始 進入廚房去學 我第一次在台灣比賽我沒有得名 然後我就覺得好 那我不管 我把所有的錢都花完 我就飛到拿破裏去 就開始遇到義大利師傅 因為我們語言不通嘛 其實在廚房會 在披薩台上面會有那種身體語言 對 然後他看我會做之後 他就帶我去四處不同的披薩店工作 所以你又趁那一段時間 就是在很多間店都請過 我拿會回來之後 我就再去 另一家日本的店工作 然後到回來之後拿完冠軍 我想說 拿完冠軍之後我還要幹嘛 因為冠軍很多個啊 每一屆都是冠軍 每一年都有不同的冠軍 但是 你能做到什麼程度的冠軍 不是說我最強 我覺得目標是讓大家可以 懂什麼是拿破裏披薩 拿碗那麼好吃 真的好吃耶 好 那今天謝謝GINO 那你吃披薩的同時我喝個啤酒 這個是摩雷提 意大利我們也有啤酒 意大利的啤酒 意大利的啤酒 你們吃意大利的披薩 一定要特配意大利的啤酒啊 很香 這個 這個我交給我們的酒鬼 北投金泰里來喝喝看 然後跟你平常喝的啤酒比 因為很多人不喜歡喝啤酒 因為覺得苦苦的 那除了我吃這種 一點都不會那個苦味 你安靜的讓他講話 你用話就很苦味 不好意思 對不起 這個剛剛其實已經放一陣子 還是不會有苦味 然後還是有其風 是 甜甜有果香的 我好想喝喝看 但我現在不能喝 沒有問題我們幫你喝 別擔心 謝謝喔 四款都好吃 但如果你真的要我選的話 哇 還很難選齁對不對 驚豔的程度來說的話 我首先沒想到沒有加起司 然後單純這樣 就可以這麼好吃 就可以這麼好吃 所以這個馬里亞娜 馬里娜娜 再來驚訝的是這個 海鮮披薩 我真的沒有吃過海鮮味這麼鮮明的 那我們 你還有講 你還有講 你可不可以少講的話 我們影片 我們不知道拍到什麼時候 那我們要離開對不對 GINO 你可以給我 你的非常厲害的那個開心果冰淇淋 啊 開心果冰淇淋 非常 因為他做的很讚 真的很讚 但是這個 有拍我不曉得 不過真的 這個放花絮好了 不好意思 那很好吃 GINO的店一定要吃這個甜點 雖然跟這一集的主題有點不太相關 所以這個放到花絮來了 這個個別是什麼 GELATO PISTAKIO 開心果冰淇淋 意大利南裔一定要吃這個 是喔 再來這個也是用開心果做的一個蛋糕 這個是一個 CHEESE KAKE CHEESE KAKE 那你會想到 CHEESE KAKE 這個 你們意大利人哪裡有CHEESE KAKE 但是為什麼這個是意大利 因為它用的是 Ricotta 南裔特有的一種起司 新鮮的乳酪 GELATO就是要那麼的綿密 對 綿密 然後你看呢 它都不會掉下來 很好吃對不對 它就開心果冰的 真的是讓人很開心的 真的 好吃 好吃 很好吃 再來我們吃 登登 非常的吃醉 嗯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 哪 呢 也 說 其實 Pav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